欢迎来到K站空间 我是刘永德 大盘今天上涨 很多人很happy 应该是 其实我们也不是希望大盘不要涨 我们也希望大盘涨 不是因为今天涨 我们才讲这种话 因为我们心中永远有投资人 我们希望投资人真的有机会 可以每天赚钱 天天赚钱 那这样的话这个市场是多美好的 管理什么新冠疫情 管理什么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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封城 然后没有工作 反正就是每天炒股就好了 钱就赚不完了 那谁还要工作 这样讲好像也怪怪的 这样讲好像也怪怪的 OK 我们言归正赚 大盘今天有没有涨 有涨 这个是不是能够事先预期的到 可以 真的可以 而且更重要的是什么 昨天航运不抢 对不对 那 今天航运是不是涨停 这个货柜 这个航运三熊 今天另外的三熊 对吧 此熊 非礼熊 颠倒过来 昨天是狗熊 今天变英雄 那 后面应该怎么看 我说今天其实应该市场上很多 很多 不管是投资人也好 或者是我们业内 就是 就是我们的同业 应该 应该有很多 今天是很 很happy的 我们很厉害 这样子 对吧 今天应该很多了 那 其实很好 我觉得都好 那 那我要表达的是什么 我要表达的是说 其实你看 这个位置上 我觉得 其实也不用说太多吧 我直接给各位看 我直接给各位看 这样应该会比较快一点 然后各位去注意看 我这一两天 我跟各位讲说 电子 已经怎么样 已经开始慢慢 它已经连续两天的时间 它的电子成交比重 重新回到了五成 今天算起来应该是 重新回到五成以上的水平的第三天 而且今天是台积电的法说 对不对 那我说今天电子基本上一定要看什么 一定要看台积电 对不对 好 那待会我们来看一下 那我们先看这一个部分 来各位去注意看 我用黄色的线段来表示 我用黄色的线段来表示 各位去注意看 这个是电子 开盘的第一时间 它的成交比重是42.3966 那当时涨幅是0.23个百分点 0.23个百分点 好 这个是收盘 收盘的时间 它的电子成交比重 有增加 47.4271 然后涨幅是多少 涨幅是0.53 基本上今天不算漏气 基本上今天不算漏气 最起码台积电今天也没跌 虽然没有涨 但是最起码也没跌 我这句话就有玄机了 各位 昨天航运弱的要死不活的 对不对 如果没有台积电撑盘 这个盘可能就往下跌了 就已经往下破位了 偏偏没发生 偏偏没发生 看空看空 你怎么空这个盘 它就是没有办法往下跌破 它就没有破位 技术面它就是没有破位 那好 我们常常再讲一句话 跌不下去 那就短线上就让它涨上去 这个很容易理解的东西 懂我讲的意思吧 那你要对盘面上的这个肋骨的走势 你要有一定的 你要有一定的敏感度 那 跌深的当然就会给你弹 这个就很简单 所以今天一定会怎么样 今天如果真的要涨 那一定是航运三雄 昨天狗熊 今天变英雄嘛 我们来看一下 来我们来看一下 各位去注意看 这个是航运嘛 对吧 然后各位去看 航运 早上的时间有43.6729个百分点 然后呢 它的开盘的时间 它的航运就已经是在大概整个航运内 它的一个涨幅就在3.2 这样的一个涨幅 收盘的时间 对不起 成交比重下去 成交比重只剩34多 34.0463 然后呢 涨幅有8.93 这样高的一个一个涨幅 你从这 你从这个数据里面 你看出了什么 各位 你从这个数据里面 你看出了什么 对啊 照道理我们讲嘛 多方一定是价涨量争 有价有量嘛 对吧 那这个位置 这个位置上 这个位置上 开盘的第一时间 它的那个买器 它的成交比重 是高达43.6729 可是为什么收盘的时间 它的一个成交比重 却是如此而已 对 然后你要去想 那为什么这个成交比重缩小了 为什么 因为 因为投资人不追涨停板 所以呢 涨停之后就没有买盘进铸 那我可不可以把它讲成是说 今天你要真正看航运 大概我们来看航运的那个 那个那个一整天的那个走势 然后我形容给你听 你大概就会比较清楚了 那我要跟你表达的是什么 我要跟你表达的是说 今天电子 没有扯后腿 今天电子 但是他也没有 他也没有带领大盘怎么样 往上去做一个很强势的攻击 没有看到 虽然说苹果昨天股价创新高 我相信我们的同业 一定有很多人跟你讲说 这个地方苹果概念股 电动车概念股 然后巴拉巴拉巴一堆 然后 反正现在涨什么就是什么 你不用担心一定有题材 一定有说法 这个都没有问题 重点是你 你信不信的问题 你信不信的问题 我个人永远 我个人永远 我都只是去看那个 在 在一段特定的时间 我 我应该是要去做什么样的 如何去选择金融市场 在当时股会在商品期货 在阶段上 我应该是要选择哪一个市场 然后选择哪一个市场当中 哪一个标的 对我来讲会是最有利的 因为我不是小白吗 因为我懂技术分析 对吧 不管你是要跟我讲基本面 不管你要跟我讲技术面 我不敢说我一定是最棒的 虽然说我不善表达 但是不善表达 并不表示怎么样 我没有能力分析啊 各位要清楚这一点 好 这边要告诉各位的是说 你从你从这个 你从这个东西 你从这个 现在你目前看到这个数字 你可以感觉得到 今天航运其实涨 他还是有问题的 懂我讲的吧 今天航运如果真的强 他的成交比重 应该不会是随着 涨势上来的时候 然后他的成交比重是缩的 真正强的一定是怎么样 前不后继 一再怎么 就算涨停板 我也要硬要挤进去 因为后面还会涨更多呀 这个不才叫做气势 这个不才叫做屁事 对吧 很显然不是嘛 很显然不是这个地方有败笔 这样好不好 好看完这张图之后 看完这张图之后 先给各位看一下 我刚刚讲了嘛 今天一定涨 那有没有办法能够知道 各位去注意看 这个是今天早上 我们的TG群 Telegram这个群 K站空间 我早上的什么时间 你可以看到这边的时间 是7点12分 其实你告诉我7点12分 台股开盘没有 没有开盘 你不要说台股没开盘 就连台子期都还没开盘 对吧 那个时间各位搞不好都还在睡梦中 我已经在干嘛 我已经在为我们TG群里面的投资朋友们服务了 知道吧 那 老师因为你老人家 你睡不多嘛 签名嘛 对吧 你每天都渣渣捆 所以说早早就起床嘛 那也没什么错啊 早睡早起 生活规律 对吧身体好嘛 好 重点在哪里 重点在哪里 赶快看哦 近期美国啊 他有公布了两个数据 一个是劳工部公布的这个PPI 生产者物价指数 还有一个是怎么样 还有一个是所谓的CPI 消费者物价指数 这个都创了 都创了这个 都创了这个 这个长期以来 这个这个最高的水平 对吧 然后在这个时间点 短线上面 其实那个 通涨过热的这个 这个 这个预期 市场上又开始弥漫嘛 哦 那事实上 是不是真的这么回事呢 哦 在这个时间点 其实那个 Fed 美国联准会的主席 鲍尔 他一直在压 他一直在压 因为 因为 他从 从消费者物价指数的那个 当中的反映的那个 那个因子的部分 啊 是是房屋出金啊 还是什么什么的消费 哦 占了那个权重的比重多少啊 这些因子的部分 他把它 他把它整个整个算出来之后 然后他发现到说 哎 这个这个这个 这个产生的这个 比较大的这个 这个 这个会把这个这个 消费者物价指数 大幅往上提升的这几个因子 基本上应该都是短期现象 也就是疫苗打了之后 疫情解封 哦 这个时间产生的 哦 过度的哦 所以说他应该后面会 会随着正常化之后 然后怎么样消退 哦 好啦 如果如果这个奖是ok的 那我会告诉你 你现在在看航运的时候 其实也是一样的道理 懂我讲的吧 哦 那不管怎么讲 哦 那昨天四大指数买不买账 哦 昨天四大指数 基本上就不太买账了哦 那你想你的 各位去注意看 这边是什么 纽西兰的央行 昨天意外的已经开始预告 结束1000亿纽币哦 也就是700亿的美元的购债计划 另外加拿大的央行 这个都是在什么 这个都是在 跟跟中跟美国跟中国 其实都都有一定的贸易往来的两个国家 哦 这两个国家基本上其实 其实应该是跟美国是比较近的哦 那我要讲的意思是什么哦 基本上应该照道理讲 如果美国没有说升级 应该他们不会提前去做这个动作 又或者是说美国没有开始怎么样 退出那个那个 那个taper 那个taper 对吧哦 就是那个购债计划 他没有开始哦 缩减哦 那应该应该纽西兰的央行 或者是加拿大央行哦 也不会开始这样去动 那为什么这样去动 因为其实很显然嘛 这个短期 国内这个这个通胀 高涨的这个问题 其实并不光是在美国产生嘛 哦 我跟各位讲台湾有没有 台湾也一样有啦 哦 而且我告诉各位 后面房地产一定会是重中之重 会被会被重击的对象哦 我等着 我就跟你讲 近几年之内我就等房间下来之后 我买房给你看哦 那好 各位去注意看啊哦 这个地方 不是只有一家央行 纽西兰央行如此 然后你看加拿大的央行 加拿大央央行也在同时宣布 每周的近买入 然后怎么样 加拿大的公债规模 将开始缩减 哦 那这个 这个就是 市场上已经开始在反应了哦 那联准会还在那边压还在那边压哦 基本上哦 你在你在美国的整整个市场里面哦 你可以在短期间哦 可能那个那个尤其在股票市场哦 他可能还在那个高位上震荡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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但是你说他还能够再往上走多高 其实我告诉你真的要注意了哦 为什么会这么跟你说待会 啊现在应该就可以了我们进步来看啦 啊我们进步来看啊哦 各位去注意看啊啊 啊 我之前已经有跟各位讲过嘛 这个是罗素1000 这个是罗素2000 罗素是一家公司嘛哦 他把美国的这个上市公司哦 3000家哦 3000家公司抓出来哦 那这三家3000家公司呢 他有编了一个罗素3000 罗素2000和罗素1000哦 然后呢 变成是说在这个罗素3000当中呢 他有把它分出来一个叫罗素2000和罗素1000哦 那罗素1000就是这3000家公司当中 最大的1000家公司哦 然后他的市值加权平均哦 出来的一个价格走势哦 那我当时呈现给你看的这个部分是用周线哦 然后我会跟你讲说罗素100哦 罗素1000他的走势 其实基本上跟SMP哦 标普的那个走势是非常贴近的哦 几乎是就就等于是几乎是一步一驱啊哦 那那观察罗素1000和观察罗素2000 你主要你是要去观察什么 你要你要你要去观察的是大型股和小型股 在相同时间价格走势 他他如果说是一两天哦 出现了那个那个反向的变化 其实还不大起 但是如果已经是一段时间 他的那个走势已经出现很明显的不同的时候 对不起 这是这是市场上给到你的一个讯号 你不能够去忽视他哦 我用的是周线哦 当初我用的是周线哦 大型股还在持续往上冲 但是小型股价格走势已经开始怎么样 已经上不去了嘛 这边已经上不去 你看这个是2021年吗哦 这里是2021年吗 2021年之后哦 罗素1000还在往上冲嘛 但是2021年之后的罗素2000 他已经开始在高位怎么样 开始出现那个横向震荡 我用周线哦 然后各位你去看 这个是我刚刚才抓的图 这个是我刚刚才抓的图 这个是罗素1000嘛 你看他还在往上冲高嘛 这个这个这一两天还曾经创了新高嘛 就跟SAP500一样的 懂我讲的意思吧 那但是你去看 你去看 这个人家还在冲高 大型股还在冲高 但是罗素2000对不起 他不是这样的走势耶 这个地方你你你你 你可不可以把它看成是说 这里是一个什么 我应该要用蓝色吧 这里是什么 这里 这里人家已经开始做头很久了 我可不可以把说这里是做头啊 各位 这里下这里就是做头啊 这个这个做头之后后面 你认为他要干嘛 你认为他要干嘛 这个我只要往下跌破 这个就是空间的一倍 然后这个下来就是就是就是这样 哦 这里下来就一定会是这样 懂我讲的意思吧 哦 好 那 你一定要看到这种情况发生的时候 你才会说啊我这个时候还在去看 跟人家看什么苹果概念股 然后什么电动车概念股 然后 虽然说这些个股现在还在涨 但是相对高点还有 上方还有多少空间 哦 然后呢你追进去之后 又是别人怎么样把股股股股 股票卖给你嘛 对吧 然后呢别人把你手中的现金 转换成是他的嘛 哦 你你愿意要看到这种情况发生吗 好好 这个就是跟各位说 那我们刚刚讲回来 哦我们刚刚讲回来 各位 我刚刚说了嘛 今天大盘涨我们可不可以预期的到 可以 今天航运股会涨我们可不可以预期的到 可以我证明给你看 这个是早上什么7点12分 看清楚哦 今天大盘看好我只会放比的地方 今天大盘必须涨 很清楚吧 我没有给你那个好像会涨 又好像不会涨 没有 至少也要守住昨天的低点 否则一旦大盘跌破0709的低点 今这个17597的位置 将引发进一步的卖压 所以今天对对于台股这个大盘而言 今天没有退路他只能涨 懂我讲的意思吧 好 所以光是这一点 如果运用在今天台子其实操作 应该怎样打回应该是站在什么多方吗 清楚了吧 那来到上方那个高位压力的时候 你可以尝试去打空看看 懂我讲的意思吧 对啊就是收盘那个位置 就是收盘那个位置 好那台积电今天发说 虽然我不抱太大期望 但希望是好的结果 果不其然嘛 台积电今天有带领大盘 有带领电子族群往上充吗 没有吧 反而是怎么样 反而是还是一些中小股 在干嘛 什么什么苹果概念股 因为苹果股价创新高嘛 然后呢电动车的部分 然后又又就是还是这些东西嘛 好像永远涨不完一样 你真的要注意了 你真的要注意 好 这个是 这个是 我讲大盘 那 你如果认为我讲的还ok的 那你就不妨提起群 你就去加 这样好不好 好 这个是我们昨天讲的 对吧 我一个会员讲说 老师现在 现在外面很多老师都在讲说 买进长龙等指示 然后怎么样怎么样 然后说勇敢156买进嘛 昨天156买进 然后怎么样148 跌停板再买嘛 然后呢 那我就我就给他一个这个标志嘛 然后我我我说不会一直跌 这个是我昨天说的嘛 对吧 然后各位去注意看到 到晚上的时间 8点18分 你要注意哦 现在这些老师都是这么玩的哦 他怎么样 他怎么样去给那个 他怎么样去去去对对这些人 他的他的一个互动是怎么样 勇敢买勇敢买勇敢买对吧 156买 148买 跌停价买进 然后呢 又怕明天万一不涨怎么办 就打就打什么 就打就打那个 给你注射了 就说什么 啊 那个一定要加码 常龙老师说 要赚大破断的获利 那么先套个20个百分点 不用停损 因为这才是大分析师的大气魄 我听你在 懂我讲的意思吧 他在给你打预防针 你真的说这一波航运股 真的是上方那个高点 谁讲的最准 台股答案秀自己去看吧 你看我讲完之后 一整个礼拜一直崩下 一直崩到昨天嘛 对吧 我昨天说这个位置上会开始不会一直跌 他一定会涨了吧 那今天是不是就涨低 对吧 但是对不起我没做 为什么我不做 因为因为我说了这个地方 不要去跟人家抢 待会我再 我再把那个走势跟你分享 你就会懂了 好 那我又给他一个这个表情嘛 然后老师你这个是认同吗 然后你看我 你看我讲话 其实我很公道 我说 如果你真的确认一支股票是有价值 剩下的问题 其实就是很简单 买进的问题而已嘛 对吧 那买进当然每个人都希望买了就立刻涨 但是 各位 这是一家公司的股价 他不是我养的小狗 也不是你养的小狗 就算是你养小狗 你 你给他 他也不见得会 就过来啊 对吧 但是呢 市场上我们有一个理论嘛 小狗放出去 至少怎么样 你手中那个绳子就是季线嘛 当管理过大的时候 他就会怎么样 跑回来嘛 现在的小狗就是怎样 就是他在贴近季线当中嘛 然后呢 开始怎么样 就出现那个 那个反弹一下反弹一下 然后怎么样 再给你 那这个就像是当时那个时候 我在跟他讲郁金光的道理是一样的嘛 对吧 那你看这个部分后面 郁金光我买多少价位 387嘛 好 郁金光我买387嘛 好 好 这边我们再看回来 然后这个 这个这个是我昨天 这个是我昨天 这个是我昨天 我在说有一个群里面的 对吧 然后我说我 我直接去问 这个是昨天 我直接去问 我说 你有听到高雄 高雄港塞港 然后会马头塞爆 好 人家直接告诉我没有 我跟你讲 我问的人 如果说没有 就一定是没有 好 你因为你们并不清楚 我的背光 但是我跟你讲 是就一定是 好 接着再给你看这个东西 你看清楚 你看清楚 好 这个是早上 这个是昨天晚上的时间 然后我问他什么 我说 然后他回答我的是说 已经很长的时间 没有看到散装此刻的容景 好 几年以来 租金大船 他讲的大船是多少 18万吨左右了 这个就是18万吨 能不能走 走巴拿马极限 能不能走巴拿马运河 能不能走苏伊士运河 不行 基本上 这种的这种船 吃损对位到18吨的 基本上 这种一定是只能是海峡型 懂我讲的意思吧 就是那个运河河道 那个他是没有办法过 懂我讲的 那所以说相对的这种的 他他基本上来讲 就是他的那个 航程是没有办法缩短 所以说他的那个 那个在航行的过程当中 那个油料的成本相对来讲 附加是大的 这个你要清楚 当然相对来讲 他的货彩 也会比较多 这样清楚了 这边讲的很清楚 18吨左右的船 一天租金是1.3到1.5万 租金 就是说我要来 我要来 经营这个部分 我跟船东去租一条 这个船 我一天的租金 就要1.3到1.5万美元 那之前 但是现在呢 涨了一倍嘛 你这边看得到 要2.8到3.3万 基本上就是涨了一倍 还要多 懂我讲的意思吧 那如果长约的租期 大概差不多是2.3到2.5万 一天 各位 经营成本一天是要这个这个费用 这样清楚了 那市场上价格奇奇弱 有人看长 有人看短 那谁也没有把握 好就是这句话 这句话就是重点 现在 在散装航运这个部分 他已经跟前一段时间又不太一样了 这个时间 有的人已经开始怎么样 他不会去想说我要跟你去租个长约 懂我讲的意思吧 可能他会把长约改成现在短约 这个都是有可能的 为什么会这样 因为后面的景气到底如何 其实 现在就是在那个热很热很热很热的情况之下 就跟你现在看到的那个 那个那个航运三雄 大家感受的那个氛围是一样的 懂我讲的意思吧 那 因为我问他说最近是不是都在台北 那因为他是他是一家散装航运船公司的总船长 懂我讲的吧 他是我的同学 好 那后来我就跟他开玩笑 那因为是你当总船长 所以装这个景气才会这么好啊 然后跟疫情无关啊 等解放之后 下次同学聚会的时候 然后我再跟你讲再来参加看你的时间允不允许 那他跟我讲说肯定是可以的吧 然后这边他又再跟我讲了一段 一艘18万 18万吨的船 如果没有银行贷款 那一天的经营成本 也是要怎么样 净万元 加上新船的这个贷款 这个1.3万 基本上大概差不多现在这样的一个水平 各位要知道 各位要知道 这个是租船 自己不是做船东 那他是把船租给人家 这个我同学是这家 这家散东航运航运公司的这个总船长 他手中有很多的船 他就是专门在搞这个这个租船租拥契约的 这样清楚我 清楚我说的 好 那现在他反映出来给我的是什么 现在他反映出来给我的是说 现在的荣景 确实是荣景 但是后面的部分 已经开始怎么样 长约短约的部分 已经开始有出现这样的一些变化 懂我讲的意思吧 这个是这个是 你现在立刻看到我给你的资料 好 各位去注意看这个是什么时间 你真的要搞清楚 讲航运 这个是2020年的7月 去年 去年的7月 新冠疫情打下来那个低点是几月 3月 3月出来那个低点 往上价格开始往上走 我7月份我就在问我的同学 我问他说 现在散散的景气如何 他跟我讲最近散散的景气不错 能够持续多久 在当时不知道 但是主要是出到制造业国家吧 对吧 铁矿 铁矿砂 印尼澳洲 煤炭 然后南美或美南的黄豆 主要运到中国 另外澳洲煤也是出口到南韩印度 这个都有 好 然后我说等于大陆就是最大买家 没错 那各位 你要清楚 现在的市场 就是这样 但是就我进一步得到的资料 我进一步得到资料 基本上 后面来讲 在 在这个去年的时间 我就 我就已经在问了 而到今年这个时间 后面现在已经变成是 是我刚刚跟你说的这样 长约短约的这个部分 已经开始那个市场上 专门在做这份生意的人 他已经有出现不同的想法 懂我讲了吧 那个想法已经开始有一些分歧了 好 那这个是我提供给你的 所以今天航运涨 其实这个是可以预期的到 懂我讲的意思吧 不可能永远一直跌 这个地方我昨天我就说了 如果一直跌 那我会告诉你 其实那就真的是人家都出完了 那如果没有出完 那当然就会怎么样 跌一跌之后就会涨 那讲回来我们来看一下行业 我们一样 我们拉长荣出来讲好了 这样好不好 我们拉长荣出来讲 各位去注意看 各位去注意看 这个是长荣 然后你去注意看说 我们用长荣 你看 你去看他今天的价格走势 开盘的第一时间 有没有 冲到这个位置上 然后他一直在这段期间 他一直是干嘛 他一直是在这个位置上震荡 震荡震荡震荡 对吧 我跟你讲今天如果一开盘 就拉上去涨停 还不漂亮 真正会做的人就是像这样的做法 这个地方就是让你感觉好像 时间其实他拿捏的恰恰好 你看这个时间是什么时间 大概差不多11点左右 上去锁涨停 就一架锁到底 看见了吗 但是在11点之前 他就给你在这个地方忽悠忽悠忽悠 然后今天一开盘就是强 但是他也不给你立刻拉涨停 然后他就是让那个心中有想法的人 一直在观一直在看这支股票 一直在看这支股票 对吧 那最后呢 好可惜没买拉上去涨停 怎么办冲进去买 懂我讲的意思吧 那真的在这个地方呢 就变成是说 好像又强又好像不强 这个地方干脆先出 出了后面拉涨停 可能又进去买 这个就是人家怎么做一支股票的价格 其实就是这么一回事而已 那今天就拉涨停 对吧 今天就拉涨停 那各位 在这个位置上 我必须要提醒你 我必须要提醒你 还是那个想法 还是那个想法 你 你要懂得保护自己 我还是那句话 你要懂得保护自己 这个地方其实不是没有股票可以选 你也不是非他不可 知道我说的吧 但是你如果真的一定要去买 这三只熊 那我会告诉你 你真的自己要懂得保护自己 这样好吗 这个就大致上跟你这样讲 就很OK的 今天今天大盘怎么样 外资又站在买方 对吧 然后大盘今天还是继续涨 没有错 那这个其实都是预期的到 那这个是我们在六月初的时候 那个时间点 我们我已经没有在做航运了 但是我在做电池的部分 那这个其实后期来讲 最近这段时间我已经跟各位说的很清楚 这段时间我开始看到的是什么 物流的部分 基本上你看我分的很清楚 第一个物流的部分我们看的是什么 我们看的是航运 以及传展相关的 原物料相关的 因为其实我的背景是从这个方向出来的 那所以说这个我一定是先看到 那除此之外 另外在电子这个部分 我也已经讲了 这个台积电相关的走势 在这个地方其实他有一定的疑虑 对吧 然后该强不强 然后你一直给他你一直给他机会 可是他一直没有这么好的表现 懂我讲的吧 然后你资金一直耗在上面 这个也不是个办法 那航运钢铁的部分之外 电子的部分之外 除了这两个部分 其实还有没有什么其他的选择 这个部分就是我从近期 我对我对于大盘整个从 从2008年开始一路走走到现在 我用这张图画给你看了 对不对 我用这张图画给你看了 然后我说 我说去年的七八九十十一是在怎么样 第一个上升通道的上方 现在是七七月 他是走在第二个上升通道的上方 那这个位置上 基本上他要能够再往上突破 像当时这个时间能够往上突破 他必须要 他必须要有一定的 一定的族群一定的代表的那个特定的股票 带领整个族群往上攻 才有机会看到 那这个地方如果不是电子 后面可能要看看是不是就是 船长的这个部分 是不是有机会上去 那如果船长在这个部分 尤其是在航运 是不是真的能够起到那个 往上冲 扮演到这么关键性的角色 那我从刚刚给你看的这个 然后我同学告诉我的 我同学跟我讲的这个部分 你大概你去想想你认为有没有可能 但是你说你说这个景气是立刻反转吗 我相信也不会 我相信也不会 所以说很有可能最后出现的情况是什么 最后出现情况就是我说像去年一样 八九十十一在这个高位上方怎么样 做横向震荡整理 懂我讲的意思吧 那横向震荡整理的情况之下 你就要去想 那如果后面的走势是这样子 那航运传产其实也有可能就是在高位震荡 那有什么是在下方做第一位震荡 就是电子族群 那这两个部分 你除非你也不是不能做 那你要做你一定要懂得怎么样 既然是震荡震荡就是区间 那你要把握那个区间的低去做买方 但是你不要去追高 我告诉你的答案就是这样 那出了这个部分 你有什么股票可以做 我昨天我就画给各位看过了 对吧 我说这个部分 我说这个部分 你去看 你去看这个 你去看这个月线 对吧 就已经是长成这样了 这个你看就很清楚了 可是你真的要看回来 你真的要看回来 你真的要看回来 这个人家也是月线 那你去看人家现在在撤离 所以说这个时间点反而 人流的部分 反而会出现机会 那人流的部分 其实讲的不就是航空 讲的就是旅游观光 那这个部分 你要怎么去找标的 那标的找到之后 剩下的问题很简单的 那就是你认为他 他在这个时间有机会 那你就是利用技术分析去切买点 我昨天我就这么跟你说的 对吧 所以说昨天我用日线先画给你看 对不对 我用日线画给你看 我跟你讲的是说 你看人家真正多头结构的股票 就是怎样 过压 过前方的高点 一定是带量突破 价量表态给你看 这个地方过压也一定是怎么样 价量表态给你看 懂我讲的意思吧 这个地方过压也一定是怎样 价量表态给你看 那拉回这个地方 为什么能够买进 对吧 我说你从日线上看不出来 没有关系 你从60分钟线上 你一看你就懂了 因为我画给你看过 我说这个地方 你如果说你从当时下方的这个低点 这个低点上来 第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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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里啊 这里上来之后的第一个 第一个低点是这个位置 然后你从这个位置上 你去画这条线的时候 然后你就知道说 当初在这个位置上 有没有 他曾经这里站不上 然后打回之后 守这边的下方支撑 守下方支撑之后 然后在这个位置上去做突破 那突破之后 在这里跌破 所以说这个地方是 后面他上来的什么样 第一次会遇到的压力 这个位置上只要过 就上去挑战前高了 那前高过就上了 那这个位置上后面的发展走势 就会变成是什么 就会变成是走这个位置 为什么在这里会是买点 到底是在这 那这条趋势线如果成立 这个就是怎么样 一个标准的上升通道 我就画给你看 这个地方只要能过49.85 就不会是高点 一定还有更高点 然后这个地方 只要第一个上升通道突破 就上去了 所以现在你认为说做什么股票 是最漂亮的吧 眼前的黑不是黑 眼前的光明随时可能变成黑 这样好不好 切记切记 好吧 中言逆耳 然后今天就先讲到这边 觉得说我们的节目对各位是 是有帮助的 就帮我们尽量多分享按赞 然后订阅 知道好不好 那认同我们的操作的 不管是在台词 不管是在个股 不管是在行情分析 然后呢 我们怎么去结合实物交易 就欢迎你打电话 好今天就先这样 谢谢各位